创意就是他们偷的 这件事情我可以证明 就是个骗子 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华盛公司 对这一季自然界广告的 新的创意方案 谢谢大家的耐心观赏 谢谢大家 什么情况 为什么华盛的方案 跟你的一模一样啊 他是怎么知道你方案的 这还用问呢 肯定是有内鬼啊 凡是参加出稿会议的人 都过不了索菲亚这一关 现在不是纠责的时候 你怎么应对 方案是我写的 别承发会吧 华盛公司的创意 可以用精彩绝论来形容 接下来的内容 也会同样地精彩 有请PG的团级总监 张鸿青先生 最后是华盛公司的报价 他们是四千万四千万四千万 四千万 华盛这单报价比我们还低两百万 这家他们大品就不错了 这不瞎搞搞 看来不仅有人出卖了创意 还把咱公司的标价 也卖给陆明了 这个不要脸的 走 现在我宣布 本季自然界广告投放中标的是 华盛公司 等一下 我宣布 你不能冠军 你这是撤侧人的 不少你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 我怎么能逃到你 你不需要 你找到我 你找到我 你点个人 还要 Empa 段小姐 您有何归竿呢 我今天是代表PAG来的 您不觉得陆总的方案 跟张鸿星的方案 很雷同吗 你是说 创意就是他们偷的 这件事情我可以证明 那天我全都看到了 陈小姐 张鸿星的创意方案已经收到了 这是说好的违困 这次的合作很愉快 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所以他们的创意就是偷来的 他就是个骗子 这 偷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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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总 这小孩说的是真的吗 陈小姐 你说我们华盛抄袭 不能单凭一个小孩子的一面之词 你总要拿出证据来 否则 我可要告你诽谤 陆总 你是想要证据吗 我这就拿给你 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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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那儿干什么 陆总 实在是对不起了 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我这也是跟您学的呀 阎静 你想好了再说话啊 我是华盛公司 陆明董事长的助理和业务主管 不 应该说是前助理 刚才这个小姑娘 说的全都是实话 这一次华盛集团的广告创业方案 是陆明买通了 陆总监章总监的前妻 偷来的 妈 你这要洗衣服啊 我不洗你洗啊 我不洗你洗啊 我尝试谁要见你 那见 对 还没见过欠钱像你欠得这么牛的 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 你想干吗 对不起啊 我上午有点忙 那现在是忙完了啊 忙完了就顺着抓紧把事给办了 还一钱 欠条的事情呢倒是其次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 你应该考虑一下严谨的事 严谨 我已经都知道了 你真的应该想想 下一步你该怎么做 事情就是这样的 所有的证据 我手机里面也保存着 严谨 我不知道这位段小姐给了你多少好处 你还是被美色迷昏了头了 这么多年 你真是白跟我了 你就遇到这么一个 稍有滋色的富家天机 你竟然 知忠意与事实欲不顾 彻底任人当僵属 你以为你污蔑了我 段小姐就把你当忠臣了 你从头到尾都是一条 背信弃义的丧家权 大家看看啊 我们陆总的心里 只有利益交换 完全没有道德底线 对 我是没那么高尚 但你们就有道德底线了吗 张总监 你为了得到自仁界这个案子 费了那么多心思 花了那么多手段 连自己的小孩子都用上 我陆明真的由衷地佩服你 有那么一句话叫什么来着 狗急跳墙 你猜狗急跳墙 小孩子 你看过皮诺曹的故事吗 撒谎就不是好孩子 叔叔不怪你 但我要善意地提醒你 以后你要孝敬父母 本来已经是一个 不完整的家庭了 连你的亲妈都出卖的话 你长大以后 谁你不会出卖 你说什么都可以 你就是不可以骂我女儿 你好 请问你是陆明吗 找我有事吗 没关系 哪个人 我没关系 前夫 我没关系 你怎么快到你就 你怎么会 我没关系 我没关系 你怎么再 Sep 我然是 waters 但你还疼吗 不疼 你知道对我而言 什么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 没有人可以欺负你 我的职责就是保护你 保证你幸福快乐 你 有件事情卡在我心里面 明天在家里 会有你妈妈的事情 我气得她点打你 我很后悔 我要跟你道歉 其实 其实我之前也一直误会你 我一直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面对事情 我习惯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 但是 我也会有无助地守候 是什么时候啊 比方说 你小时候你出国的时候 我就觉得挺无助的 还有就是 你回来那一天 我想去抱你 可是你拒绝了我 不是我拒绝你 你小时候不要我 把我跟妈妈一个人留在国外 我没有不要你 彤彤 那个时候我还年轻 我想把你留在国内 可是我也没有信心能够把你带好 那个时候我觉得 可能 比起父爱 你更需要的是母爱 你妈妈是一个很优秀的舞蹈演员 她一直想去国外 追寻属于她自己的梦想 我也不希望让她留下遗憾 你不希望让她留下遗憾 就同意她把你带走了 我很后悔 一直很后悔 所以你回来之后我很高兴 我也一直想办法再弥补 可是我好像 还是很失败 这么多年以来 我一直忘了自己的事业 可是到头来 还是你帮了我 爹地 我不觉得你是失败的呀 在我心中你就是好爸爸 你是全世界最好的爸爸 我们 可不可以以后永远在一起 当然 那有件事情我跟你说 不管你妈妈是为了什么样的原因 做了这样的事情 你不要怪她 说不定 她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吧 说不定她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吧 可是就算她有苦衷 但是她也不能以生还亲人为代价来 她骗了我 她也出卖了你 不是 你不会原谅 我当然也不能接受她这样的行为 我当然也不能接受她这样的行为 她毕竟是我们的亲人 你就这么想吧 我们的家人如果生病了 我们会很着急 然后会想办法 把她治好 如果我们的家人遇到了困难 我们也会想办法 帮她渡过难关 对吗 她今天 为什么会这样做 我们还不晓得 所以 我们应该一起找出来 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们一起帮她 好吗 感谢观看